哈喽大家好,我是勇敢大黎 最近很多粉丝私信我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跟支持 他们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的意见 比如说,希望我在以后的自媒创作上 要去关注一下几个知名的主播 他们从人文历史风景的角度上 都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阿里纳也去观摩了一下 就会让我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喜欢 更崇拜的就是骆驼老师 他的解说富有词性,文案的细腻 非常棒 同样的风景啊 在他的笔下,在他视频下 你似乎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堪比央视级别的纪录片 阿里纳看好以后呢 感觉到发自内心由内而外的喜欢 所以说呢 在做出了一个思想的转变的情况下呢 咱们也迅速做出了行动 毕竟嘛 你人不能做思想的巨人行动乃子 所以说昨天咱们下午也在墨河周边 进行了一些创作拍摄 利用了无人机 利用了运动相机 包括单反也上了 后期呢 咱们也经过精细的剪辑配乐 以及用心的给他配音 但是阿里纳也承认啊 阿里纳这个文案还是脚皮粗糙的 但是呢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啊 只不过这个文案的我没有用笔去写 只是现场即兴发挥 根据我对我家乡的这个了解 这样做了一个大概十来分钟的中视频 自己看完以后呢 然后也相对比较满意啊 还经常去回味一下 来咱们给你 咱们播唱一小段 来 就是这个 读书中 休暗色 写着 十月十四 能力的九月初旧 已经流云 久为养 双军 即重阳 今天是重阳街 四十四刻 我正读想着 背锅 最美的出动 中华民族 自古具有重阳街 更高原望的系组 我这辈子 登过最高的山峰 就是父亲的肩膀 在这里阿灵祝愿 所有天下的父母们 祝你们身体健康 重阳街快乐 由于时间的关系 咱们就这么播上一小段 我自己都感觉得很陶醉啊 好像呈现在创作以后的收获喜悦之中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 但是很惨呢 昨天发的 过了一个晚上了 加上一个白天 才有2400的播放量 但是留言还是不错 点赞300个 有6个收藏 这让我感觉到很困惑 原来总是听大量啊 他们说就是拍风景没人看 或者是说拍风景没有流量啊 我不知道用哪种方式表达更正确 如果是开风景没人看是说明老铁门粉丝们不喜欢 但是拍风景没有流量可未必是老铁门不喜欢看 在这里面你们评论区留言 把阿林出入主意 这个拍风景是没人看呢 还是说没有流量 是因为你们收不到推荐呢 还是说推荐以后觉得这种风景 大家都在拍有点审美疲劳呢 讲道理啊 这个常规的自媒体 你不可能老是找这个爆点 传递的也不一定是什么正能量 因为这世间 大多世间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为什么有的路段 人家拍了就有流量 咱们拍了就没流量 这什么情况呢 就是要不以前吧 咱们是个口拨 然后老是喜欢露个大脸 那么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咱们用心去做了 但是反倒还不如露个大脸 露个大脑袋 口拨呢 就很困惑啊 暂且放开收益这个问题 就是从这个一分耕耘 一分收卧这种满足来看的话 拍风景是非常难的 因为你可能一段延时 压缩成几秒钟的后期 前面就可能要拍上 隔把个小时 一段航拍 这么一两分钟的这个过程中 从装机准备构图选景 那最少也要一个小时 如果是说 在想拍一些高端的星空星轨 或者是说拍出那种抽刀 断水水更流那种 非常丝滑的漫门 就是这个除了要有一个 找好的设备上的投资以外 更多数是你 对设备的运用 以及对整个摄影 那个意境的理解 这是要有功底的 因为玩摄影的人 因为玩摄影的人都知道 三等摄影是烧设备 二等摄影是烧技术 一等摄影是烧意境 有的人看到了相机 单反前面那个镜头 去忽略了单反后面那个人头 这个你就频频阿灵说这话 脚比绕口 但是你一品就明白什么事情了 这怎么办呢 你说我们就困惑了 你说拍风景又费钱 然后又费体力 也要精良的制作 反而呢 你不如这个拍拍吃吃喝喝 遇到什么人 什么事这样子 以第一视觉去更新作品 来得快呢 流量多呢 这是什么情况呢 难道是说 不接地气 不能够亚速共赏 你们评论区跟阿灵分析分析啊 你们是更喜欢看我这样的大脸 在前面这样口播 聊天还是喜欢看我深耕背后 多角度 多视觉的去拍一些人文跟风景呢 因为用不了多久的话 我估计我就要继续出发在路上 不管赚不赚钱 不能轻言放弃 世界播已经在宁夏了 最近在出文案 在对一些线路进行考察 那我们还是想把这个该做的事情做下去 好了 本期视频是我向你们虚心求教 希望你们能够留言评论点赞加转发 对了 就不说什么想打赏就打赏吧 随缘随缘